在美善中尋求解决方法 我们愿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唯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以弗所书2章10节 赏赐知识建立生命的主 我们知道教育不仅改变人的一生 也都关乎社会整体的福祉与前途 主,因着新型冠军病毒的示弱 不但对经济民生造成极大的影响 今日学生们都要透过网上进行学习 感谢主让学校能够借不同的科技网络 突破了学习的障碍 求主赤恩给这些制作网上教材的老师 在备课过程中 盟主加能切力 将不同的学习资源 电子功课发放给同学们 邮园主将智慧和策略设给老师 使他们有能力思考 能够明白网上教学或面秀课程的差异 求主把乐与兴趣赐给所有寻求解决网上教学问题的老师 深远这些热切的寻求和努力的实践 能够成为教与学的全身动力 为一夫子爱你的主 求主赤所有学生 人人喜悦读书 懂得珍惜学习的机会 有聪明学习 有智慧表达 求主掌管所有学生的心 尤其在网上学习中 更要认真学习和回应 要定时等待网上的连接时间 在认真尽心的学习中 定能经历学习无障碍 只要努力尋的 涉而不舍的精神 深远各样在藉由 无到有的揭力寻求中 能够明白只要行在尾线中 主必帮助我们 感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圣明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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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